大家的時間點 好 這個快速反擊的機會 林俊錡先帶開 進去是一個錯配 所以張宗憲跟吉爾貝克 兩個人糾纏在一塊 雙雙倒地 應該是宗憲的犯規 還好並沒有後續的衝突 不過宗憲後面的那個動作 要看裁判有沒有要去透過鏡頭檢視 兩個人都一樣啊 一開始犯規吹完以後 宗憲的右手還是扳了一下大逼 那大逼後面去順勢拉了一下宗憲的衣服 有一位這場比賽可以知道 肯定雙方的肢體接觸應該會很多 對